在于瑶城区一个路口 交警发现一名轿车驾驶员没系安全带 正当红警官要求驾驶员靠边停车时 驾驶员做了一个往右靠的假动作后 突然加速开走了 交警随后联系上驾驶员王某 对方依旧不配合 王某赶到了交警中队 因未及安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 被计一分罚款50元 还因为在路口不服从交警指挥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被罚款200元